大家好 现在可以确认了伊朗总统的直升飞机啊 包括外长啊 包括省长 还有那个省里边的精神领袖啊 他的直升飞机是确定失事了 并且无一生还啊 看起来不是硬着陆 呃 或者是太硬了 那么可我们原来设想的路线怎么样呢 几乎就在我们标记的路线里边 我们先看一下 托尔奇无人机航拍的这个位置啊 通过热询计找到的这么一个 大家看到的黑的是有燃烧的啊 就是撞机后是有燃烧的 这么一个热成像 看到了吗 那当时的呃 有一个额外的热源呃 就确定了的位置 那位置在哪呢 注意右下角这个经纬度坐标 看到了吗 哎就是这个啊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数 这我考评的数 那我们把这个坐标呢 放到我们找的地图里边 哎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把坐标填进去之后看到的 那么具体的位置呢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位置 叫塔维尔村啊 在塔维尔村的附近啊 就这么个位置 大家再缩小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说他可能经过红线的这个位置 现在看起来呢 就在这个红线上方不远的地方 有多远呢 我量一下啊 离我们遇的就是规划的航线的差两公里啊 就是这个侧的 他应该是平行于这条线的附近在走 他实时的位置就在这个红线的上方 不到两公里的这么个位置 那么从现场来看啊 这个地方算是山高林密了 这个塔维尔村呢 是在山顶上 大家可以看到了 是吧 是在山顶上 而出事的这个飞机 这个撞击的位置啊 他在山坡上 大家这样旋转一下 看得更清楚 是吧 确实是救援是很难救的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 尼泊尔啊 这个空弹之后呢 他也是这么就撞在半山腰 显然啊 是上边的云太大 他降低高度 像沿着山谷飞 远处那些红线看见了吗 远处红线 就是我们的规划的航线 他没照我们的航线走啊 飞的升线是有限 他现在看起来呢 呃 我个人认为啊 不是说空中气火落到这个位置 他应该就是直接撞山了啊 就是沿着山谷飞 直接撞山了 这么个情况 那这个位置啊 应该啊 按照土耳其无人机航拍的位置 应该进入在50米之内 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 他撞上去了 那恐怕也是全往第一个扒出来的 我们给他做的这个模拟 这么一个航拍的情况 呃 那这个位置实际上呢 就是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他从这个水库啊 大家看到水库向这个省会开 啊 他已经走了有一半的距离了 啊 看到了 下边那个 这个 这个 瓦尔扎凯市呢 就是到一个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区了 啊 下边呢 这个是吉兹卡拉西大坝 啊 他现在这个坠毁地点呢 归属于叫 胡达费林县 啊 那么再往前走 就是啊 塔布里斯机场 就是这个 呃 东乌兹别克啊 东阿塞拜疆省的省会 走了 40%的路线吧 就遭遇了这个大雾 那这个当天的天气啊 我们还真找到了当天的天气情况 哎 这是当天的天气 为什么就像当天呢 大家看这是5月19号的啊 因为我没有付费嘛 所以我看的都不是事实的 不是今天的 所以呢 5月19号我在这个地图上可以标出来了 这个事实的可能的位置 大家看到云量确实是比较大的 云量确实比较大的 这是伊朗的东阿塞拜疆的5月19号的云图 啊 6点半左右吧 那我们再往是 再往上看看 你看这云一直有啊 3点 2点 看一下他云图表 啊就这个位置啊 一直是有挺浓的云 浓厚的云啊 就是鼠标所在的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呢 依然还是有一些云量的啊 那么在土耳其的这个无人机啊 确实是 我觉得性能还是不错的 伊朗呢 他自己竟然没这个能力 而是土耳其派的这个无人机啊 把他给找到的 这个还是很值得玩味的啊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中国的航母爱好者是不是就能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第一个就是要足够大 抗风能力强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搭载这个热成像的设备 在我印象中在云南啊 寻找当时有这个失事的地质勘战队员的时候呢 也是通过热成像的这个机器找到的啊 因为人体嘛 他还是有这种热源的 通过拍照啊 对比啊 红爱啊 就能看到 这是 伊朗总统啊 外长以及东阿塞拜疆省长的直升飞机 硬着陆啊 太硬了 还不如坐飞坦舒服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呃 作为呃 就是重要的目标啊 这个乘坐直升飞机 它的安全性啊 确实是值得这个警惕的啊 值得警惕的 呃 那么在 整个这个飞行过程中啊 应该说呀 这个飞行员是尽力了 我觉得像这种天气的话 飞行员是非常的难受的啊 他们也是非常难受的 呃 在前年啊 应该是前年印度的一个总参部长吧 那个飞机师也是恶劣天气 也是恶劣天气下坚持飞行啊 撞山了 那那个我印象中 呃 也是一个直升机吧 也是个直升机 好像是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呃 不发消息啊 就是昨天 呃 撞 就是 失事的伊朗总统专机的 最新消息的这么个介绍 啊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